大家好 我是愛語言神 今天繼續帶給大家崩鐵攻略 活動隔天 生死邊緣全試用崩鐵戰異狂潮活動攻略 戰異狂潮活動第二天 生死邊緣 今天的我們角色選擇 全部五星角色的試用 不要選擇零扯 還量不夠 然後BUFF方面的話我們全部選擇第一項 你現在交換選擇第一頓 後面的也選擇第一項 不要去選擇終結翼這一項 終結翼打得比較慢 我們直接開始挑戰 然後掛機就可以 今天呢是自動掛機 我這個就完全自動 沒有點任何的其他機能 這裡做一注五倍速的快徑 大家看一下就可以 如果有自己的角色的話 可以優先選擇自己的角色 去替代裡面的相應角色 這裡面的角色面板都特別差 然後儀器也比較差 不過拿試用拿到滿分的話 還是比較輕鬆的 主要輸出還是 超刃多次行中去輸出 如果自己刃練乳招吧 帶著刃特別好打 射品中這個配置還要比較低的 所以說可能有些難度 但掛機的話也是成功了 好那麼我們出去之後 去把今天的獎勵領一下 然後今天是生死邊緣 第二天 直接領取下獎勵 打的 還有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